字幕製作為主要 Hello guys Now you are watching this GOLDBIN CHANCE YouTube channel Hello 大家歡迎回到GOLDBIN的YouTube頻道 今天的這支影片主要是一個 Talk 系列 那我沒有去撰寫一個腳本 那我只是想要聊聊一個就是一些議題 比較小的議題 那如果你覺得太free或是太長的話 你可以直接跳過這支影片沒有關係 那同時我會把我講不一樣的議題 在下面做個timecode 那如果你想要聽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後面的片段 OK And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First is 所謂的電玩階段症候群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我 今年1月份那時候放假 大師還是有寒假 那時候回高雄 那我就沒有帶我這台桌機回去 Then bring my PC back home 然後因為我的遊戲都放在這個PC裡面 所以我只有帶筆電回去 那帶筆電回去其實主要想要處理的是 學校的作業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是 我上學期末要回去之前 遊戲其實也沒有說打到特別多 因為遊戲一直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你知道開台的存在 兼具娛樂同時又能增加 呃... 宣傳效果 廣義講是講宣傳效果的一個 東西 subject whatever 然後那時候就是等於說 我回去以後 我基本上每天會回去看我那個打遊戲的影片 打遊戲的重播 然後發現我就是什麼東西都好懶 什麼東西都不想做 但是我變得說我沒有遊戲 我反而覺得 oh god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我明明就打得那麼秀 對不對 然後我看這個好秀的影片 好興奮喔 就是很像自己 勝利其境去打了一個 一場比賽這樣子 然後慢慢 那個時候就是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躺在床上 看影片 看你打遊戲的片段 吃飯 睡覺 基本上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我覺得那其實有一點點到 電腦 電玩階段症候群 那什麼時候好起來了 其實就是回到 回到學校之前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左右 那個中間的那個 慵懶的 就是那個 反應的程度大概持續了兩到三個禮拜吧 對 所以 其實像我沒有在 那麼常接觸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像 退休老人 突然退休了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有點這樣的感覺 yeah that's all I wanna share so so if you got this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 那個 就是 這樣子的症狀或是反應的話 其實 就休息吧 我覺得就休息 畢竟 那就有點像是 轉折點 轉折 給自己一個休息的時間 給自己reset一下 今天錄影的時間是 4月12號的晚上9點20分 我等一下可能還要開個台 對 那 今天是 因為今天被老師約談了 所以想說順便講講這件事情 嗯 嗯 嗯 你 這 今年 2019年有follow我的影片的人 其實 你應該多少都知道我的出片 速度 可能 偶爾快 偶爾慢 像1月份我所謂的電玩階段之後 前 我1月份完全沒有出半支影片 還是2月份我忘記了 那個時候其實就來休息 對 雖然說休息回來做的影片 也沒有說特別的 經驗或是怎樣 但是 嗯 有不一樣的企劃的想法 對 那有時候會看說 欸為什麼我剪得快 有時候 一個禮拜三支四支 五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有時候剪得慢 就像最近你可能會覺得說 啊怎麼都是機車影片 或是電玩影片 老實講這兩支影片 這兩種類型的影片 其實非常的好剪 像Vlog 有時候我素材太多 那我想要剪的Vlog 是那種很chill 很放鬆 很大家看了會 心情愉快的那一種東西 那有時候 我不想剪 不想在那個當下剪的原因 很簡單 我心情不好 I'm sad mode I'm bad I feel upset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低潮呢 呃其實在今年份 今年這一次 今年開始 其實是 主要是因為我 大肆下的關係 開始找工作 因為我不是本 我不是去找本科系的 專科專業的工作 那我又不是 剪輯專業出身 那打遊戲 就是中等 中上稍微好一點點這樣子 那其實並不是很 你知道嗎 投履歷 並不是每個人都要用你 我相信 可能 有很多過來的人 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或是經歷 So 你知道嗎 你知道 當你投了時間 然後你覺得沒上 你都沒有收到通知 你會覺得說 幹 我真的有這麼差嗎 然後 當你 在投了完這時間以後 你又收到一間 說你有面試機會 你又瞬間 興奮說 你又給了自己一個肯定 喔 我得到了這樣子的一個 機會 那 中間 目前到現在 經歷過三次的 呃 祈福 現在是 你知道 往下的 他媽的 上次收到一個面試 然後呢 叫我先試檢 然後呢 過沒多久 然後好像就沒有聯絡了 可能人家找到了證職啊 他媽的學生在學校 他媽做兼職 就去死 這樣子 Fuck off 對 所以呢 今天被老師約談是說 因為那堂課要寫什麼心得 然後有時候 會覺得說 就會白眼說 唉 反正寫心得 有些 寫那種演講的心得 有的老師講 有些講者 講的就是跟大便一樣 或是太主觀 或是 講的好像說 他媽對這個東西 有多麼的 有多大的憧憬 未來有多大的規劃 或是想法 願景 夢想 不不不不 好講了 然後你做了嗎 No you didn't satch like that talking some bullshit OK 所以 我就把他 我就把那個 我自己的個人的 想法 跟這種 稍微 當然 寫這種東西 一定會帶有情緒 放盡在心得裡面 有些人可能會說 幹你很敢寫 人家老師不會盪你嗎 我覺得 都什麼年代了 因為這種事情 你還要盪人 而且 其實那時候就是很不爽 有老師這種自以為是的 東西 對 然後今天被約談嘛 其實約談我也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 完全不到一個重點 他最後老師有跟我講說 你要做YouTuber 是要做正能量 廢話我當然知道啊 還不是被你們搞到很負面 講得好像 多了解一樣 而且我老實講 我當初有在那個 心得裡面反映說 我不喜歡有人上課 或是 用那種 揶揄的態度去講 唉唷 然後你叫我打個線 我不喜歡有人 用那種 揶揄的態度去講 我羨慕你可以當YouTuber喔 當YouTuber好棒喔 人家老師是羨慕你 不是嫉妒你啊 WTF 你用這種態度講這件事情 Seriously 而且其實我一直很討厭 我不是說 討厭是說 我不喜歡人家說 YouTuber YouTuber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 給自己立一個門檻 我覺得有達到 一萬個subscriber 才叫做YouTuber 所以我現在這種 就等於說是素人 或是兼職 或是一個做爽的一個 做爽的 或是 其實不需要去特別強調 說YouTuber 對 這樣子 我當下的 其實我一直都 有這樣子覺得 對 對 至於老師今天講 我真的是 不懂他要講什麼 只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 這麼偉大 講的就是把 想 希望 希望這個科系要怎樣 我覺得其實就跟 他媽的 全部的人都怎樣 跟韓國瑜一樣 講的好棒喔 講好有想法 好有願景 好有夢想 我覺得 如果 真的對一件事情 這麼有心的話 他們才不會 他們才不會在那裡互相用諷刺 或是這樣 嘴人的方式來去解決 解決 對 後面這半部就是想要講說 我自己在 出 就是 為什麼 有時候出片快 有時候出片慢 那原因就是 提到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 心情比較好的moment 有時候會有 比較低潮的moment 那自己呢 不會 平常不會把這個東西 呈現在檯面上給大家看 然後在這個部分的 影響高 影響心情的部分 其實就是來自於這些 生活中的鳥事 對 那 我會調整 我會調整我自己的狀態 希望大家 享受這個影片 之後可能還會有類似的 TALK系列 那如果你覺得 你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我 或是你覺得 TALK系列 比Blog系列好看 或是比遊戲好看 你可以在下面做個 排名 你最喜歡看什麼影片 或是你想要覺得說 這個形式可以怎麼樣改善 拜託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視訊給我 都OK And 希望大家 享受這個 TALK And I'll see you guys Later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 在下面按讚 訂閱加分享 然後打開你的小鈴鐺 And also Leave your comments to let me know what you are think about it And that's all 這裡是 GobinTal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Bye